好 各位 現在發生一件很突然的狀況 所以我決定記錄一下 反正呢 事情就是我前幾天收到 台虎精釀寄給我的新啤酒 然後有三瓶 然後因為冷的啤酒不好喝嘛 所以當我決定要把它 放到我的冰箱的時候呢 我的冰箱多了一個女王頭 天然行程啊 因為我平常冰箱的這個地方啊 會有點漏水 所以我就是放了一張紙來 接一下這個漏水 結果接一接 接出一個女王頭耶 這一個是我現在在用的零錢包 耳 這一個 就是我錢包的新家 終於終於拿到我人生的 第一個Goyard的 東西 太期待 太期待了 看看它這個盒子 還有那個 他們滿版的紋路在 盒子上面 就要打開了 啊 啊 啊 終於 笑想了好久 終於拿到了 人生的第一個 Goyard的 卡片夾 其實我在皮夾跟卡夾 糾結了很久 但 身邊的男生朋友就跟我說 其實 用皮夾的話 因為一般的 不管是LV或是鉤牙的 皮夾都比較厚 放在屁股的話 凸起來不好看 再去坐著的話 很容易會壓到 那這種 小卡夾平常 搭配上 你放在口袋裡面 比較美觀之外呢 你如果吃飯 拿出來 放桌上 放在口袋 都比較不會壓傷或是很 愛手愛腳的吧 所以最後就是選擇了 卡夾 我覺得他實體的 這個地方跟我想的不太一樣 我本來以為他是比較 霧面的吧 但他實體其實這一層 還蠻亮面的 然後這邊是比較霧面的 然後 選擇的是綠色 因為 黑色我覺得太普通 那 Goya除了 黑色之外 再來我覺得最經典的就是他們的這個 盒子啊 袋子的顏色 就是 綠色 所以就選擇了這個配色 吊牌 那這個呢 他就一共有了 中間 一層 這邊可以放鈔票的 然後 這邊有 兩個卡夾 以及這一側有 兩個卡夾 然後 皮質的話 最中間放鈔票的部分呢 裡面是 黃色的皮革 然後有一點點荔枝皮的 紋路 比較深的紋路 外面這邊的話就是比較細緻的紋路 然後 整體摸起來的皮質啊 蠻柔軟 蠻舒服的 就是 外面這一層 綠色的 亮面的 比較硬 然後裡面的皮質 比較軟 人生的第一個 Goya 開心 超級 嗨 各位 今天是 9月 14號 那大概是 使用了 這個 Goya的 卡片夾 幾周之後呢 目前的心得是 真的是 非常 非常的 好用 原本會擔心 無法攜帶 零錢出門的 不方便性 但其實 用了他之後就發現 其實我真正要帶他 出門去逛街 或是幹嘛的時候啊 這種情況下 其實零錢 反而是我 並不會使用到的東西 因為 一般我們買 衣服啊 或是 餐廳啊 其實現在都可以接受 刷卡 或是行動 直播所以 用到零錢的 機率啊 真的是 微乎其微 以前都會覺得說 一定要把 所有的 卡片 都帶在身上 出門才比較有 安全感 但隨著使用 卡片夾之後啊 因為他 裝卡片的 層數 沒有那麼多 就變得是 強迫我自己 要選擇把 真正 有必要 用到的 卡片再帶出 那其實剩下的 放家裡啊 一來是 不用 這麼厚重 再來就是 不用怕卡片不見 這點也是我覺得 很方便的 那唯一要講 可惜 或是比較 不方便的點 就是因為 他們這種卡片夾 在深度的地方 是有限的 所以如果你要在 中間這一層 放鈔票的話 就會稍微 比較 凸起來 一點點 就很細微 一點點 然後 看起來會有點 不美觀 就美中不足的地方 不過說 如果要 論實用性跟拿取性的話 其實都非常非常的方便 所以 作為你日常出去逛街啊 或幹嘛 日常隨身 錢包的話 其實卡片夾 我覺得對男生來說 是非常適合的 所以我也蠻 推薦給各位的啦 那如果有時候我真的 出門 太麻煩 有零錢的話 剛好我 就是 你們後天 或是你們看到這支影片的時候 應該已經 上市的 這一款 PBP的新包包呢 我在側邊的地方 也有設計了一個 小的 夾層 那這個夾層呢 當初的設計 是拿來放一些 小物 或是小東西 沒有特別去 局限它 但我就發現 零錢 把它 放進去 大小其實是 蠻剛好的 那卡片夾就放在裡面嘛 然後如果真的有零錢的話 就放在側邊 那你要拿取的話 其實也不會不方便 所以 整體來說 這一次更換 這一個 Goya的 卡片夾 我自己是 非常的 滿意 雖然一開始可能會 太習慣 但我覺得你稍微 適應一下之後 其實這個真的會是 很方便的東西啦 這些呢 就是我 歷年來使用的 錢包 跟 皮夾 新卡夾 之後 請多指教